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的風濕骨痛很辛苦 婆婆,我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這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 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Hello,Della,你好,大家好 袁先生,最近在網上我接收到一篇文章 關於日本政府決定在今年年底 處理所有國內所有微波爐 所有不響應的公民、組織都會被罰款 微波爐這個害處 我們很多年前已經講及了 現在又再提到這些情況 這篇文章究竟是真的假的 我們都不敢去評論是怎樣 不過由此又可以帶這篇文章 帶出了以下關於 有些是對於在日本 一個Casera的癌症中心 舉行的會議裡面 就指出了一些食物 對於那個癌症有所影響的 你可不可以和我們一起分享一下 這方面的資料 首先我們都聽到這樣的消息 因為如果我們的聽眾都會覺得 好事啊好事啊 因為那個微波爐是真的有問題的 但你詳細一點看看裡面的內容 他就會提及 為什麼會做呢 因為那個港島大學的科學研究 他就發現無線電波 包括Wi-Fi 其實這個問題 過去20年對公民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傷害 但他就跟著說 使用微波爐的危害甚至會超過美國 1945年9月在廣島長期投放原子彈 相關專家表示 微波爐加熱的食物 會含有非常不健康的輻射 所以我一聽到這件事 我都覺得這個資料的來源 其實有一些問題 是的都不太靜 因為大家知道 微波爐不是一種輻射的機器 它只不過是一種高頻率 震動食物的水分分子 令到溫度升得很快 而且這些升溫的過程 不是控制得很好 很多時候在裡面 某些地方可能有些過熱的 高潮都很厲害 所以變成很短的時間 可以將食物加溫 所以我一聽到這樣的解釋 我都覺得可能這個資料 不太準確 未必有什麼日本真的會 會禁微波爐 因為香煙這麼大的問題 都禁不了 所以這個資料未必是準確的 剛才說韓國發表聲明 2021年 在2021年 微波爐即將停止生產 而中國也計劃在2023年 禁止這項技術 更加覺得這麼多國家會同時 會說這項技術 我們在一般的大眾傳媒 好像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沒有特別聽過 好了 接著就在另外一個 預防癌症的會議 在日本這個地方 治療中心 我覺得是值得和大家分享的 他說這些食物 是應該避免食用 這個會議的最後的指出 第一 精煉油 然後調製油 這個當然 很明顯 因為很多精煉油 尤其是很多植物的精煉油 其實很多是反式脂肪 是 第二 就是動物園的奶 Animal Milk 第一 第一 在亞洲人裏面 中國人 日本人都好 其實動物園的牛奶 那個敏感 令到致敏是幾高的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現在 我們這些牛 是很多基因改造的 變得它的奶 都可能會因此 會有些 令到一些人 很容易有敏感 第三 它有些快狀的加工食物 譬如雞湯的香料 Maggie 那些 那些調味的食物 都是要避免的 精煉糖 就是白糖 什麼營養都沒有 第二 它就是微波爐加熱的食物 我們認為 微波爐加熱的食物 不是因為它有輻射 主要是它在這麼高溫處理之下 食物的營養 是破壞得很厲害的 第五 孕婦在嬰兒出生之前 不應該做乳房X光檢查 當然超升波圖是可以的 這件事我相信 這件事很多人都會了解 這些乳房X光線 其實當然有輻射 你懷孕的時間 你當然不會做 第八 就是非常之謹慎的內褲 那個空位 大家都在我們的網台 很多年前 都跟大家分享過的 一些研究 這本書叫做Dress to Kill 這兩位研究員 已經發現 如果穿得太緊身的衣服 緊身的胸圍 令乳癌的機會 會相應是高的 我們也解釋了原因 就是淋巴 你穿著淋巴 淋巴是一種身體排泄的引導 第九就是酒精 第十 溶解凍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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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習慣了 未吃完之下 被急凍的肉類 拿出來預食 怎樣拿出來用後 都不吃了 又浸進去 這個是不好的 還有第十一 就是在冰箱裡拿出來的塑膠瓶裝的水 這個大家要小心 很多時候人們喜歡喝水冷 當然我們很多的瓶裝水是塑膠的 當然很方便 就放在冰箱裡 喝的時候會冷 其實這個是不好的 這塑膠在冰箱裡 經過溫度的改變是不好的 第十二 就是避孕藥 很明顯它改變了 女性荷爾蒙的系統 從而引發癌症 這個可以解釋 為什麼現在避孕藥出現之後 女性的癌症是多了 第十三 剃鬚之後用一些除臭劑 有時不是剃鬚 剃毛、腳毛、膏底毛 這些是很危險的 這些都可以治癌的物質 第十四 各種白糖 因為癌細胞是最喜歡吃糖的 癌細胞的能量是從糖裡拿出來的 所以在我們處理癌的病 當然第一要剃糖分 尤其是白糖 好 這些我們要避免 是的 應該要增加多一點 增加什麼呢 好 在日常生活 當然了 蔬菜 在我們新的食物金字塔裡面 蔬菜是最主要的 一天生餐都要吃些 儘量吃些生的 第二 用蜜糖代替到糖 除了蜜糖之外 除了蜜糖 還有一些 阿加酸 也會有羅漢果 羅漢果糖 也會有 斯蒂里爾 或者沙拉桃 其他很多種 代替一般用的糖 除了蜜糖之外 還有植物性的蛋白質 豆類 不要只靠肉類的蛋白質 當然是雞蛋好事 大家不用怕吃雞蛋 尤其是怕殺蛋 還有第四 参牙前 空腹喝兩杯 和體溫相同的水 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們水的溫度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很喜歡 就是知道 一天一早起床 喝大杯水 但記住 水的溫度 最好不要太熱 和不要太冷 最好和體溫一樣 明顯不是室溫 如果你的水是放在雪櫃 肯定是冷 這樣放在廚房 都是室溫的 都是冷的 所以最好是微暖 最好和我們的體溫相同 變成腸胃 就不會受到溫度的刺激 食物應該要加熱 就是不要吃冷的食物 但溫度不需要太高 第一 太高的食物 食物的營養會破壞 第二 溫度太高 對我們的腸胃 都是一種刺激 所以暖一下就可以了 當熱它就算了 不要再煮回 煮回到滾了 再放涼再吃 第二 就是蘆薈汁 生薑 歐芹 芹菜 還有肉豆 購素 這些都希望可以 做一種混合飲品 就是攪拌在一起 當作飲品 第七 每天都要喝胡蘿蔔汁 即是紅蘿蔔汁 第八 就是番茄、大蒜、洋蔥和肉 都一起用 在中國人來說 很容易 因為在中國人中 煮東西 都是蒜 番茄、炒蛋 這類的食物都很好 這些都很好 好了 還有 他說 在美國的醫學協會 發現癌的原因 有幾個 第一 不要喝那些塑膠杯的茶 咖啡或者任何熱的飲品 你可以看到 現在很多比較漂亮的咖啡店 他們最好是用普通杯 有時候 萬一他們來不及了 那些杯不夠了 洗不及了 他們都會用另外一個方法 都是用紙杯的 盡量都不會用塑膠杯 盡量是用的 用普通杯 玻璃杯也好 瓷器的杯也好 第二 第二 就不要吃任何 包在紙或者塑膠杯裡的熱食 嗯 或者炸薯條 這些 盡量都不要用這些 第三 就不要吃塑膠 塑料盒裡的食物 或者是微波爐經過的 那始終 很多時候 塑料盒的東西 通常會幫你加溫 就是這樣擠在這裡 其實是不好的 OK 所以就是 因為在高溫裡面 很多的化學物質 會引起五十幾種的癌症 還有要避免 用各種軟的飲料 所謂Soft drink 可樂 巴士可樂 AV 分達 這些 所有的 還有一些濃縮的果汁 其實很多的濃縮果汁 是加了很多糖的 它不是真的純果汁 還有 吃新鮮的菠蘿 就不要喝和可樂混合的菠蘿汁 這種的混合飲料是致命的 但我都很少聽人說 用可樂和菠蘿汁一起喝的 總之就是 不要 即是可能在他們一些地方 國家這些 可能一些受歡迎的人物 可能是 可能是 因為香港不是很多人會這樣運 好了 還有就是聽電話 我們很多時候 即是現在的手機 如果盡量用左耳聽 如果有機會 盡量用耳機 有線的耳機 即減低 將電話擠到頭腦旁 要盡量用左耳聽 還有食藥就不要用凍水開 即是喝不暖 都是好像低溫水 夜晚黑 七點鐘之後 就不要吃一些難消化的食物 即是都是很多人這樣說 還有就是 喝水是早上喝 不要晚上 晚上喝少一點 很多人都是很簡單 很多人之後 早上夜晚喝多一點水 就經常是夜療 早上起床面腫 這些說法 其實盡量是 喝水是多一點 早上喝 晚上不能睡就不要喝太多 那吃東西之後 盡量保持水位的位置 即是吃了後 就不要逼人去睡覺 當然晚上也是 不要上床之前 整天吃一頓東西 好了 還有一樣大事 當你的電話沒電的時候 就不要拿起手機 因为原来在这个时候电话的辐射充满电的时候 辐射是多成一千倍的 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都听过这种说法 在一篇文章里面我们又可以大家温固滋身 对于什么食物我们是保持一个预防的态度 又可以减少患上的癌症 或者我们日常之中生活习惯上做了什么的时候 也都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这些癌症 很多都是日常生活上可以做到的事 大家可以重温一下经常保持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的身体会得到健康的了 好 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多谢袁先生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和原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原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 at 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3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的了 好 今天麻烦你了 袁先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